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渡 老年人如何守住自己的养老钱呢 今天啊我在西湖边所以采访了几位老人 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你看这个你们老年人老了这个养老钱 很重要呀 你说这老年人怎么这个守住这个养老钱呢 什么呀不用 老项目都是大人的 为了去 以前给他们投资了 这个投资四万块钱呢就打水漂了 也没办法 那你的意思就是被骗了 那他 他败了七年了 这个呢 啊 芒菜的什么理由公司 芒菜的理由公司 被骗七块七万 我们姐姐是还要多呢 十几万呢 他十几万他等于拿了几 几天的利息他利息是高的 啊 八分之十啊 最高的是八分之十五 十五百以上八分之十五 啊 对不对 我妈 我们姐今天拿了好几万回来 也是每年的利息 啊 到后来 像我接着我 我想安好 什么四百块钱 啊 我一年都不到了 我是 沈云文 对沈云文那个了 嗯 第二年沈云文不得到他 选不破财了 选不破财了 那你呢 到现在呢 今天是因为他们王山 里游公司在处理资产 嗯 哦 有 嗯 嗯 那个 银店 嗯 都是造的 还有什么基地 嗯 什么江西有什么什么神龙贡 什么都买了 但是他实力是很多的 那到后来还是不行 那你后面也没有再去搞其他的吧 这些都不弄了 那些他们就宁钢的 嗯 那些理财 搞搞搞搞 还有没有 定期成统 所以这老年人还是要防骗 防骗很重要 有些投资 挺多的 是啊 我姐姐来一个老公 他十四万了 十四 骗了十四万 十四万了 他全部所有的宁钢的解决 我是 第二万去看 我看这个 他在财务司令 趁到了规矩 做他一个人 嗯 第一次去 整个合作 规矩都没开到 两个 对是 拜师员 嗯 啊 还能签好 嗯 还签好 我两万一块交给他 还能都签好 主张卡 好 把我的两万块 给我姐姐九千多块 嗯 到后来等一下我 下个月还有个两万块到齐了 嗯 进去到时候 嗯 怎么两万块晒进去了 两地的是我来一个人去的 嗯 然后他们财务是一开发 就是一个 会计 又是他收钱 又是他 那个 然后我想这个 本来我现在要百六万块 嗯 整个十万块啊 后来我想 你别去相信那些什么 投小钱挣大钱了 这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这就好比天上掉下边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的是 你不能一时冲昏头脑了 对不对 你守住 这种办法的 然后又要 因为自己不好了 才能想 赚多一点利息 是是 想挣多钱但是 但是你现在有一点 你相信 天上不可能掉钱的 对 这一点就肯定了 对不对 又不可能是 投一 投一一百块钱 这一千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你啥都没做怎么可能呢 这一点就要肯定 对 像这种以后你是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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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相信了 但是他 前天 拜了 拜了第七年了 拜第七年 他拜了七年了 拜七年怎么样 什么 他就倒走了 他就亏了 百年老店他也有倒闭的 你不要拜七年 在七年 这个东西你 你不能听他宣传 懂不懂 你听他宣传 你容易受骗 对不对 对 对 尤其你们像七十岁的老年人 你得存点钱以后怎么养老 对不对 一般拿去抽一些 有的没的这种有什么用 对不对 你守住一些 这个养老老本 对不对 你抽了这个最好的方式 肯定就存银行 存点利息 利息虽然不是特别高 但是稳定呢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你说守住一些 这个养老钱 你看好多 像你同一个年龄大的 七十五岁的 他们出来打工是干什么呀 说打工不就是多挣点钱吗 或者是有的人 嫌这个退休金太低了 再挣一点 挣点老本 有个好养老呀 对不对 我们现在就是靠养老 主要就是靠国家发这个养老金 其他地方哪里 阿女 其他没有的 阿女不靠一个 其他没钱的 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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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阿女 阿女什么 阿女不能给你点养老金 哪里阿女 不能靠 不能靠养老还是的 不能不能靠阿女还是的 对养老以后靠阿女 你们谁是阿女 就是以后 你除了靠国家给你点养老金 不能靠阿女养老呀 阿女 阿女 不靠养老金够了 够了 子女不一定靠到老的 你不跟他们去拨学还好 对不对 就是你不麻烦他 就不做了 阿女还啃老呢 你不啃老 我不麻烦你 对于你非常好了 是不是 哈哈哈 到老年人也不容易 不行 把阿女从小养大 花了那么多心思 好家伙 老了之后以后 又不能一块了 哈哈哈 现在老年人自己够了 够了 经常要去职业 很辛苦的 他们也有养小 主要就靠 就是国家给的养老金 基本上就是够了 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国家现在不稳定 现在我们出行都不要钱 那你们这个发的养老金 一般做不做理财啊 你理财啊 理财我们都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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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弄不来的 弄不来 到时候亏了就完了 我们不要做 基本上就是春银行 拿点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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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保险了 是的 现在好多 也有这个骗老年人的钱呢 这确实也很多 所以呢 不要去死心了 一定要贪心 我一定要去死 那个就行 一旦一般 正常的话 就是掉去了 不喜欢这种 搞搞搞一个保险的 安全一点的 对对对对 春银行拿点利息 就很不错了 对对对 你老老想着天上掉下笔 哪也掉下笔 是 他给你高利息什么 什么都说 都说 就好多老年人卖什么保健品啊 搞什么迷信啊 让你长命百岁了 这个就是你自己要想好了 想好 你保健品 你不要吃太多 不要吃太多 是的 一般的都有的 他有做鲜弯的就是不想 对吧 要你自己分心 对吧 大爷我看你 你应该不是不会 也不会是就他上当手边 比较明智一点 一般觉得不贪心就不会上当手 是是是是 不贪心肯定是不会的 有人被他呼哟呼哟 被这个力量太大 他容易上当 把老老人上当了 防骗确实也很很重要 不然的话 你这个老本被骗了 你倒是个怎么养老呢 听完了 他们的叙述大概就知道了 守住养老前最根本的就是要防骗 不要受骗了 最稳健的还是存云行啊 大家觉得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